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5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文化大革命55年纪 警惕历史重演 今天是516通知55周年 那么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55周年 也是中共纪念建党100周年,那么这两件事情有内在的联系 值得我们关注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 受害人数最多 危害最严重的一场政治运动 是迄今为止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最严重的罪行 516通知 5月16号,叫516通知全称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或者是中共中央通知 因为他的发表日期是5月16号 所以被广泛的称为516通知 是 1966年5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的一项通知 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标志 你从这件事情就看到 文革不是 不是红卫兵的一场运动 文革是什么 文革是 中共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 那么 516通知在发布之后的一年之内都属于中共 中共的二级机密文件 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到 那么1967年是到了第2年 1967年的5月17号 就是一年后 两报一刊,两报一刊叫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就两报一刊是红旗杂志 正式发表 发表这个516通知,成为公开的文件 那么我们具体讲一下516通知是什么,516通知撤销2月提纲 和原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 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那么这就是为文革开始 做的组织准备 所以可见 这件事情文革根本不是什么红卫兵的运动,这是中共的一场运动 这是第1个 第2个 通知列举了2月提纲的十大罪状 然后通知了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 他认定 党内国内 政治形势是学术界 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 的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 清洗这些人 有些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这是第2,第3,通知起草小组 领衔的人物是康生 陈伯达 江青 张春桥 关峰,契本宇等8个人列举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些人员后来成为取代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 政治局的,他就是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班底 毛泽东本人没有出席会议 但会议议程是按照他的部署 先是揭发批判这个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 杨善坤的反党错误 会议是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进行的 那我们就 大概这件事情,516通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文革那我就不在这里讲,文革要讲三天三夜讲不完 那我推荐大家去 去上网搜一下,文革的资料非常的多,我不讲 我只讲文革发生的一些 重大的事情 第1个 文革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那么有广西大屠杀 广西在大屠杀的过程当中 出现发生了 大规模的食人事件 就是吃人的事件 然后是内蒙古 内人党事件 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 北京文革屠杀就是红八月 你上网可以搜得到这些事件 江西瑞京大屠杀 然后青海 223事件 宁夏青铜峡事件 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比较严重 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限制 有43个 屠杀事件 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都超过1000人 而广东57个县公开限制有28个 屠杀事件 其中6个县的屠杀超过1000人 这些屠杀 都是地方共产党机构 政府机关 民兵甚至是军队实施的 这些屠杀的死者受害者 包括 地、富、反、坏、右 地主、富农 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就是 黑五类分子 和他的家属 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 云南沙殿事件屠杀死者 是信仰 伊斯兰教的毁灭 保守估计 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屠杀 造成了至少30万人的死亡 1978年12月13号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披露 文革死了2000万人 整了1亿人 浪费了 8000亿人民币 这是文革的钱 这段话记载于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 交锋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记录 实录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的 这个没有疑问 但是 中共是这场运动的实际组织实施的组织 机构 因此 毛泽东有领导责任 而中共则有直接责任 中共必须承担政治责任 这是 这是文革的根本 没有中共的整个的推动实施 文革一天都进行不下去 中共的历次对文革的总结 都在逃避这个历史责任 其中包括 邓小平安排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把 文革的责任 推给毛泽东个人 让中共躲开这个责任 这就是 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他的主要的目的 毛泽东是中共的主席 他不是个人行为 他是组织行为 中共本身在实施毛泽东发动的 这场文革 所以 文革的责任 有两个责任者 一个是毛泽东 一个是中共自己 我们今天讲 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回顾55年前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时候 我们说 要警惕历史重演 这两个层面的含义 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1个层面的含义 是社会性 我们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变化 正在 需要我们去警惕历史的重演 这是第1 第2 我们要警惕中共 警惕中共要在做的事情 昨天在网上流传了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是 叫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5周年 时间2021年5月16号下午1点半 地点红塔礼堂或官员礼堂 这应该在北京 相关单位 北京洪博会实践共产主义网 乌有之乡 毛泽东思想旗帜网 毛泽东研究院 主人公网 北京洪歌会 景山洪歌会 军地同心员 署名是张军 张军就是 景山洪歌会的负责人 发起人 据说 这个 这个纪念 周年纪念的这个活动改去上海举行 到底举行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网上流传一个这样的帖子 这个帖子 反映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文革的余孽 正在浮出水面 浮出水面 开始寻找 再次作为的机会 那么文革的余孽 不断的残渣泛起 这帮 这帮文革余孽已经60多岁了 60多岁 这是一个 一个现象 另外一个 清华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个2020年借书榜 借阅排行榜 毛泽东选集 再次排名第一 马克思恩克斯全集 排名第二 小说三体 排名第三 清华大学图书馆 借阅排行榜 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变迁 2016年 清华大学的借阅排行榜 前10名 除了一本专业书籍叫 吉米多维奇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结外 除了这本书以外 全部都是小说 金庸的四本小说 占四期 所以可见 你可以在2016年 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干什么 看小说 那么从2017年开始 毛选 进入排行榜 毛选 毛泽东选集简称叫毛选 那么2017年到2020年 排行榜是这样 2017年 毛泽东选集排第4 2018年 毛泽东选集排27 马克思恩克斯文集排19 掉下来了 2019年 毛泽东选集排第1 马克思恩克斯全集排第6 马克思恩克斯文集排第13 2020年去年 毛泽东选集排第1 马克思恩克斯全集排第2 马克思恩克斯文集排第9 毛泽东文集排16 所以你可以预见 如果明年 这个清华继续发布这个借阅榜排行榜的话 这个马列毛的这个援助的数量会继续上升 这是 这是可以预期的到 清华不孤单 不是孤立的 清华大学当然不是孤立的 你可以看到 大家去查一下百度指数 百度指数里面 搜索毛选的结果 总数一直在 总体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特别是2020年2月到9月 你看看2月到9月应该是疫情期间 毛选指数直接飙升到历史最高峰 而且上了一个上去 直到10月才回到这个上升通道 就是说疫情期间 大家都在搜毛选 这是第2 第3 韶山 韶山是毛泽东故乡 去韶山参观 有点是有点像那个叫染红的效果 2009年 韶山的参观人数是500万 到2017年突破2000万 到2019年是2563万 10年间增加了5倍 这是韶山 而且你去网上搜一下 除了人数的增加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 随便你找一张这个韶山的这个参观的这个人数的照片 你会发现 很多年轻人 有很多年轻人 不仅仅是那些 文革的余孽 这是第3 第4 社交媒体 特别是短视频 那么橘子周投 长沙橘子周投打卡 你上网搜一下短视频 打卡橘子周投 那就是真的是很多 非常的多 然后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照片显示 地铁中读毛选的人 居然会有 看得到 看得到有人在地铁读毛选 还有 B站 哔哩哔哩 你去搜一下毛选 有很多人在分享 毛选的心得体会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难以想象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第1个 文革余孽 我不意外 发生文革余孽 不断地在那跳 我不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们就是这样 但是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向 特别是像清华 清华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当代的社会 年轻人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 第1个场景是什么 第1个场景就是 是社会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 社会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这个社会整个的再变成一个高压锅 这面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1个层面的含义就是 数字极权 数字极权越来越严密 你现在要是 要是你被整治的话 你基本上生不如死 你比如说征信 动不动上征信 一上征信 你就完蛋了 基本上你就完蛋了 你连高铁票都买不到 这就是在中国的场景 生活的场景 这是个数字极权越来越严密 然后公权力肆无忌惮 公权力肆无忌惮到什么地步 政府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一动员几百人上千人 公安无警 保安上 上 那基本上你没有反抗的空间 不存在反抗的空间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社会不公 社会腐败 社会堕落 到了一个什么场景 你去看一下抖印就知道 这个婚姻成为了一种交易 然后职业就变成了996 这种压迫 这种社会的破败 让这些年轻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处于一个 没有办法反抗 也没有办法作为的 所以平躺 平躺才成为一种可能 平躺变成一种选择 其实 平躺不是选择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年轻人 所面临的其中一个场景 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 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中共的洗脑 中共调动所有的工器 和他的所有的资源 对社会公众进行什么 进行两个动作 其实他在做两个动作 一个动作是 信息屏蔽 让大家变成一个瞎子 笼子 这屏蔽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洗脑 洗脑包括什么 洗脑包括历史的重构 把历史重新写一遍 写成他想让你看到的样子 这是历史很重要 历史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然后是现实的屏蔽 你看不到真相 然后就信息的解读 对每个信息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去网易也好 头条新闻也好 包括这个新华网 人民网 他有一半是 是虚假的信息 虚假的信息 它并不一定是假的 他只是告诉你其中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半是什么 另外一半就是解读 就是歪曲对信息 信息属性的歪曲 他就一半一半 这两个是一半 所以对社会公众进行 全面的洗脑 我们讲的就这三个方面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常识被污名 就所有的常识在中国发生的情况 所有的常识被污名 被嘲笑 被贬低 被踩在脚底下 常识在中国就是这样 然后中共的谬论 成为 标尺 标杆 那么在这两种场景的 不断的交织的情况下 缠绕的情况下 那么中国的人 中国人的年轻人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误读 这个误读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他叫徐奔 徐奔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这篇文章叫什么 叫为什么我们会对谎言深信不疑 他分析文革 他这么说 他说 他用那个认知失调来总结人们 人们的经历 和信仰矛盾的时候 产生这种心理不适 你像现在年轻人他的确是这样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有自己的 建立了他自己的信仰 他有自己的期望 可是当他来到社会的时候 他发现 这个社会跟他的原来想象的是不一样 他反而会出现什么 他说会出现 反而会变得更依赖信仰 更加信仰 他解释这个现象 他说 人们接受一个虚假的预言 有三个条件 第一 首先预言要符合原来 原来的信念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其次 需要接受预言者卷入预言的相关活动 就是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要卷进去 你比如说红卫兵 胡文斌相信 相信文革 相信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他要卷入这件事情 他参加文革 卷入的程度越高 为这项活动牺牲的越多 他就越相信这个预言的真实性 你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现在这些红卫兵 就是我说的文革余孽 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相信毛泽东说那些鬼话 因为他卷入的很多 他参与度很高 他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整个青春都浪费在里面 一事无成 可是他牺牲的足够多 他就越相信 第3 要维持信仰 还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或者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支持 就这些文革余孽们 互相支持 强化无法 证实的信念 他们互相 抱团寻暖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所谓的预言社会心理学 那么今天文章说 今天有人不仅怀念文革 而且还期待再次发生文革 坚持认为文革式的暴风咒语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腐败的问题 便是 认知失调 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来看到 就是说 当今中国的社会 它会产生什么 它会产生文革的土壤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文革土壤 文革这种土壤会造成什么 经常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一根火柴 就能把这个地方给引爆 为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现象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们讲 从 从社会层面讲 第2个从中共讲 中共今年在纪念中共建党100周年 那么这个纪念活动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学党史 核心学党史 为什么要推动一个学党史的运动 中共党史学什么 学一本 这个叫中国共产党简史 简单简明历史的意思 那么这本书是谁出版的 这本书是 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然后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写 那么 那么 整个的 学党史的 叫党史学习教育运动 核心就是这本党史 简史 那么简史总共有10章70节 28万字 他的第6章 讲到了文革 第6章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和曲折发展 他这么说 他说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 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 发奋图强 积极探索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伟大成就的27年 你想一下 他把 中共建的 建国 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到1978年 这27年期间 说成是 伟大成就的27年 他说 讲到文革 他说 尽管这一时期充满 艰难曲折 他是艰难曲折 甚至遇到重大挫折 但总体上是在探索中前进 在曲折中发展 死了3000万人 还在探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历史性巨大进展 逐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并取得 重要积极成果 创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 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基础 物质基础 这是什么 这是 无耻又狂妄的结论 那么这个是27年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罪恶的27年 1981年6月27号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一个决议 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给文革下的结论 这是中共自己下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 就是毛泽东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 就是林彪和江青集团 利用 给党和国家 和各族人民带来 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 因为这一全局性 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负主要责任 这就是他的结论 这个结论其实讲了四点 第1 否定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第2个 否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功大于过 七分功三分过 三七开 这是邓小平干的 邓小平干这些事情就是让文革 文革的罪孽让毛泽东背上 你就走吧 共产党留下来 习近平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完全把共产党的这个罪孽 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他叫什么 他叫 这个 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令人瞩目 这就是习近平干的 习近平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 习近平其实 他一上台就在干这件事情 习近平是2012年 11月中共18大上了台 到2013年1月5号 你看这才几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他就在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就说了一番话 这番话其实就是为文革 为文革这个 重新定性 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 时期 本质上都是中国 中共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这两个时期虽有差别 但绝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就是后来 叫 不能用前30年后30年否定前30年 就是这个说法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知道 第一件事情 文革是什么 文革是其实是中共 建政到现在 不断的用 政治运动 来清洗中国这个大地中国社会的一个其中一个最严重的 政治运动 其实这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 其实他一直在搞运动 没有停过 到文革之后把这件事情做到最极端了 中国改革开放 原因是什么 那条路走到头了 当然毛泽东也死了 然后邓小平上来 邓小平上来搞改革开放 习近平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习近平要把 之前他中共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部肯定 然后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 这当然很无耻 因为他 把中间 中间发生的那么多的罪恶 说成是个成就 也许对中共来说是成就 但是对中国人民来说 这是绝对是个深重的灾难 所以你从这两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 中国社会的情况 第二个 中共干的事情 你就会知道 第一 文化大革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 重新发生 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第二个 我们要警惕 文革的历史重演 他有社会的条件 他有中共的意愿 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 讲法 好吧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文革 如果还有人来讨论 文革是好是坏的话 直接 请管理员直接帮我帮他 帮我把他踢出去 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 这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其他层面的问题 好吧 好 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前 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我们今天有再多的新闻 我也不会做 我会今天 我们就讲文革 为什么 因为文革太 文革对中国人来说 伤得太痛 伤得太痛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 比文革更恶劣 更丑陋 更无耻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铭记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什么 因为他是当代史 他不是历史 他是当代史 我每年都会做这个节目的 好 鸣谢 谢谢 自由调数工员CA 谢谢 替在线好友支持王老师 谢谢 Rick Hong 谢谢 不能忘却的灾难 观点 感觉二次文革势不可挡 因为第一次文革没有被彻底反思清算 并且还是中国人自己搞自己的可怕罪行 而那一代人渐渐逐渐老去 仅仅存在于民间的记忆被抹除了 现在又重新的跌进了同样的一个坑 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非常同意这个网友的 意见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文革很多人讲反思 文革不是反思 反思是中共的事情 对文革来说 对我们来说 文革就是一件事情 清算 一定要清算 文革不清算 他一定会重演 历史一定会重演 对中共来说是这样 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这样 情况 现在墙内已经开始有声音说 文革没有死多少人 应该频繁 现在看来真的要再来一次文革 观点 和父亲以及一些长辈聊天发现 他们是文革出身长大的农民 虽然是小学文化水平 却比很多年轻人高材生明白 清醒 所以中国人是清醒的 只是无法反抗 非常对 其实数字极权 很多人 很多人会觉得 中国现在很发达 你看 支付宝 微信支付很方便等等 大家知道 中共的与时俱进 比你想象的还要厉害 他建立的就是数字极权 其实让中国人民反抗的空间是非常小 非常小 观点 为了维持CCP出身的统治 他们必须 要有不可以犯错的形象 一旦出现问题 都是推给替罪羊 文革推给四人帮和毛泽东 六四推给赵紫阳 总之自己是没有错的 中共从来没有错 提问 请问王老师 我们很多年轻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 我们该如何避免 自己又被又称为文革的红卫兵 我听到曾经是红卫兵的人并不非常深刻的反思 而是归咎于当时的社会风气 人们往往不愿意反思自己的错误 红卫兵 红卫兵其实呢 下场都很惨 红卫兵只是被毛泽东用了一下 用完之后就上上下乡去了 他们最后变成了农民 我只知道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其实就是农民 所以红卫兵他们要不要反思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 不难判断 对于红卫兵来说 他们没有一个过得好 没有一个过得好 所以他们以后有红卫兵在感谢毛泽东 你就让他感谢吧 这有什么好说的了 对于红卫兵来说 我的评价是什么 我的评价就是 他们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代价 他们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代价 其实所有的红卫兵 都付出了代价 观点 中共对人只有 只有两点要求 第一 是不能反对他们 第二是接受他们的控制 剩下的做什么他们都反对 总的来说 就是当奴隶就好了 他们的野心 至于让 中国人当奴隶 红卫插遍全球 是让世界人民成为他们的奴隶 非常正确 他就让全世界人民成为他们的奴隶 提问 我是一个台湾人 文革的事情只是在影片中看过 其实不了解真实的内容 尤其是阶级斗争这个词 表面好像懂一点 但实际的内容还真不懂 可不可以请王老师说明一下 感恩 文革是什么 文革就是很简单 文革就是共产党 找出一堆 他们 他们编造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告诉大家 我们有敌人在我们身边 这敌人是一小撮 我们把它找出来 那是什么呢 地主 富农 右派 坏分子 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右派 坏分子 剩下的坏分子呢 其实谁都可以变成坏分子 基本上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变成坏分子 然后这就是5% 5%拿出来批斗 批斗 什么叫批斗 去开批斗会 大家来斗你 斗你可以是文斗 你可以武斗 武斗就打 可以打死 直到打死 看现场气氛怎么样 然后这5%收拾一遍之后 然后再找出另外5%来 再来批斗 这件事情一直在做 天天做 一直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10年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阶级斗争是什么 这就是阶级斗争 批斗 批斗当然有肉体的 有精神的 抄家 把你的家 什么叫抄家 把你的东西全部 检查 把之前东西拿走 叫抄家 赶走 赶到农村去 叫 武器干校 干部 如果是官员 就去上武器干校 武器干校叫牛棚 牛棚就是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这些干部 打倒的干部 在一个地方叫牛棚 你就在那里自己 自己种菜自己吃 然后其他的人就遣返回农村了 遣返回农村 就是这样 这就是文革 文革的时候你不能够做 说错一句话 你说错一句话 你就是那5% 你就是上去 变成那一部分 就是这样 所以文革出现过很多 有反革命标语 有一不小心把毛泽东这个像 像张 那个时候有很多用陶瓷做的 石膏做的毛泽东像 摔破的 那就完蛋了 那就直接关起来坐牢了 就是这样 文革的 就他其实文革最厉害的 最严重的问题 批斗也好 这些最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社会气氛 就是互相揭发 这个儿子揭发父母 夫妻互相揭发 兄弟之间互相揭发 在文革就是这样 你没有 你不知道跟谁讲的一句话 会被人举报 然后你就变成反革命 文革就是 共产党就干这种事情 共产党干这种事情非常的擅长 很擅长 所以我经常讲 共产党啥都不会 他有一件事情最厉害 就是整人 干了10年这件事情 干了10年 死了多少人 3000万人 这是叶洁英讲 整了1亿人 整了1亿人 死了3000万人 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8000亿人民币什么概念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厂长的工资一个月20块钱 我们的单位的厂长工资一个月20块钱 就是这样 8000亿就这么 大概是这样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这个 他其实最严重的是那种社会气氛 这种气氛是令人窒息的 会疯掉 会疯掉 提问 在墙内感觉CCP能鼓动 鼓动的不是寻常百姓 而是体制内的人和学生 平常人都过着自己的日子 其实大都明白哪里有问题 请问王老师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吗 其实你 其实你 不大了解 你还是不大了解这件事情 鼓动的不是体制内的人 其实鼓动的真的是老百姓 老百姓 我刚才讲 社会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才是 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个前提 如果仅仅是体制内 体制内有多少人 没多少人 真正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被鼓动起来 才会有文革 为什么文革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除了中共是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之外 其实中共调动的是人最黑暗的部分 为什么文革经常会持续下去 经常你跟文革发现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 我跟他有点 关系没那么好 平时关系就不太好 文革一来 我就举报他 他就被打倒 就是文革把人类最黑暗 人性最黑暗的东西全部调动起来 我们经常看见有一个我就不说谁了 他举报他妈妈 最后他妈妈被 判反革命 罪 枪毙了 他举报的他妈妈 结果他妈妈被枪毙 这个还是个名人 我不说他名字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都知道 就是 中国社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 文革是 中共其实是个明灭人性的组织 他强调党性 他不强调人性 当你强调党性的是意味着什么 你对抗的就是人性 文革是什么 文革就是把这种人性 人性的这个黑暗 发挥了所有的人性的黑暗 灭绝人性 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绝对不仅仅是体制内和学生的问题 不是的 是普通的老百姓 每一个人都在参与其中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在 生命里面最黑暗的东西发挥出来 会告密 告密不是 举报告密这件事情 不是说哪个坏人在告密 不是的 全社会都在告密 全社会都在告密 互相告密 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 所以他整人是怎么整 就让你来告他 他在告你 你互相告来告去 就是 文革的语言叫什么 挑动群众斗群众 就是这样 中共一直在干 这件事情干了10年 其实之前一直在干 只是这件事情干到文革 就到了登峰造劫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够超过文革这个时代 观点 有一些人认为大多数人是清醒的 只是闷声过日子不愿意多说话 所以现在的大多数人发动不起来 其实一个野心家 加上一小撮疯子 再加上一大群沉默的人 不就是最熟悉的动乱配方吗 其实经历过文革之后 中国人其实不是闷声过日子 你觉得现在中国人是闷声过日子吗 当然不是 文革之后 中国人全都非常好斗 你要在文革中生存下来 你必须好斗才行 就是 中国人在经历过文革之后 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就有文革基因 文革基因就是一个字 斗 你看谁 你看外交部的发言人 很多人讲中国人在闷声过日子 不对 我完全不同意 中国人哪有闷声 你看全世界 公共场合声音最大的中国人 中国人不会 闷声过日子 有没有闷声过日子 有 但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闷声过日子 我要过 我得过好了 我得让大家觉得我好 没有人会闷声过日子 所以 不是这样 其实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好斗 非常好斗 文革就给大家培养的就是好斗的基因 就是这样 观点 毛选主要还是矛盾转移教育的结果 不断的挑起底层和资本家的矛盾 很多底层妄图从毛选里找答案 情况 坐标江西南昌 朋友圈南昌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奖状 上面写的是颁发给某某同学获得学习标兵称号 感觉这就是文革语言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如果读了毛选和马列原著 是不是会更觉得这个中国和毛选的精神背道而驰 孩子们不会更加增强了反抗之心吗 毛泽东是主张造反 当局不害怕吗 那你就没看过毛选 你要看一下毛选 你要去看一下 我不说 如果你认为毛选是股东造反的话 可见你是没看过毛选 去看一下吧 看看再来评论 好吗 毛选当然不是股东造反 以前叫造反 什么叫造反 有理是什么 大家都误读了 造反有理 不是造共产党的反 不是造共产党的反 是造资产阶级的反 党内资产阶级的反 那么共产党是谁的 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呀 所以大家都在误读这件事情 观点 只要没有反思和追责 文革一定会卷土重来 只不过是方式的问题而已 情绪 虽然在墙外 但对土共歪曲重写历史 乃自影响世界的野心深感不安 这也是西方国家的不安的源头 情况 在国内某社交平台上评论说 文革造成了中国科技人才断层 竟招致网友围攻 他们不光不认为文革是动乱 还举例说东方红卫星上天就是文革的科技 成果 丝毫不提科技骨干是流美 归国人员和民国培养的大学生的事实 毫无逻辑可言 这个我十多年前 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 那个时候大学老师还允许对 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表自己的看法观点 文革是动乱 是知识分子的共识 如今的娱乐风气 已经深深毒害了中国的年轻人 也不一定 大家也不一定要把现在的网名就 描写成 现在的年轻人 也不一定 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 这里面一部分是五毛的言论 大家警惕什么 警惕他们 中共一直在塑造大家对 这个社会的看法 你现在看到的这部分的看法 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共塑造 所以你要警惕这一点 所以我都很警惕 我也很小心 我不会轻易的把下面的那帮人 那番话就当做是真的 不一定的 也不一定 观点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有预谋 有组织的 族群灭绝 文革不是纠正错误的问题 而是要追究清算 反人类罪 这就到了 这就到位了 对文革的评价应该是 沁南山之族 输罪未穷 决东海之波 流恶难尽 非常正确 就是这样 情绪 非常赞同 王老师说 文革把人性最黑暗 最体现出来 本人深有体会 是这样 情绪 在工作中接触到中国人 刚开始感觉很奇怪 倒是把斗争挂在嘴边 而且说法听起来像保义词 对于在台湾长大的我 实在难以理解 就是 中国人就是斗 中国人就是斗 经过文革的人 他的基因血液当中就是一个斗子 因为他活下来 没活下来就是不斗的人 全部都没有活下来 情绪 感受最大的一句话 文革是中共发动的 众多运动中的一个 高华统计 高华教授统计 建国后 文革前 有61年 只有61年下半年到62年初 不到一年没有运动 观点 中国防火墙从来也是王舍 无痕施政的绝佳体现 百度搜索GFW没有任何官方明确报道 官方也从未正式承认过他的存在 他就是这样默默的作恶 非常对 观点 年轻人选择平躺 这个原因 跟年轻人独毛选 王省没有解释清楚 怎么把他联系在一起 其实是年轻人 自我对社会认知里 觉得培养自我 修马列修为 是自己人生的一种有效出路 我没有把平躺 和学冒险联系起来 平躺是什么 我自己解读啊 平躺是 平躺是一个 没有办法 无奈的 是一个无奈的结果 我们不能要求其他人能够在每一刻都表现坚强 不是所有人都很坚强 平躺是一个选择 平躺对他来说是一个选择 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我是这么认为 当然这里面有没有 一些其他因素当然也有 但是大背景是什么 大背景就是这个社会 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压锅一样的状态 这是大背景 那么毛选 独毛选这件事情我刚才讲 我刚才前面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独毛选是出路吗 当然不是一种出路 它只是个现象 如果我们把它奔进一个出路的话 这是把问题绝对化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反映的是什么 社会现象它反映是背后的一种思潮 这种思潮的背景 我刚才讲过 就是这样 情绪 我出国十几年感触很深的有一点 对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失望 他们本应是国之重器 是中国人中的精英 然而 根据我所经历和看到的总结一下 他们大部分人是精神和灵魂被阉割了的高级知识分子 难怪毛选的介入量飙升 大概跟中共对此高效的特殊级别的思想控制 有关 北大清华我也用过 那么我们单位也有 也不能 老实讲呢 就是 他们 他们 他们比较高看自己 但在实际工作当中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理论上来说 他们资质应该比较好 得到的学习条件也比较好 理论上应该更好 但是老实讲 在我原来单位里面 所有的中层干部没有一个是北大清华 反而是那些 像武大 江大 现在叫南昌大学 这个级别的 大学毕业生比较多 什么政法大学啊 这些 我不知道怎么说 北大清华这一类 第一 我们原来叫重点大学 重点大学最顶部的这部分 反而没有 我们的中层干部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后来想了一下 可能他们也是姿势太高 或者是 不过踏实吧 情况 和一个84年的朋友聊天 他女友是韩国人 说到64他不知道 而他女朋友知道 另一次在和一个80后餐厅老板说到文革 他说真的不太了解 我震惊至于感觉的很恐怖 现在连80后都那么无知 那么90后00后 在社会迷乱的时候 这代人会期望极左给他们带来翻身的机会 期望阶级斗争来消除他们的怨恨 仰仗他们根本不了解的文革 却不知道这是人类 最灭绝人性的文明的灾难 现在 现在看来真的一根火柴 就能引爆再一次灾难 非常对 这是我的担忧 这也是我的担忧 观点 文革正在开始 我父母是退休教师 教育局现在要求统计所有在职或退休员工 亲属子女在外的情况 要登记我的绿卡号和居住地址 我不想为难他们 就让他们报上了个假的卡号和地址 希望未来不会因此被扣帽子或被批斗 我认为文革可能在发生一个有社会背景 我们现在讨论更多的是社会背景 其实文革还有一个可能性 更大的可能性是什么 是中共 中共 中共是什么 中共是文革的 组织者和推动者 你现在看中共干的这一系列的事情 你之前 还通过一个历史决议否定文革 习近平上台之后 文革变成什么 变成艰难探索 现在说成什么 现在说伟大成就 文革已经变成伟大成就 所以你想一下 文革 文革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谁 当然是毛泽东 其次是什么 中共 中共在把这件事变成这样的时候 他会不会再干一次 我们要警惕的首先是谁 首先是中共 观点 温家宝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说 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文革会卷土重来 他还是有远见 这不用他对远见 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不用 不用温家宝 有远见 我脚后跟 我都知道 当然他作为一个退位的总理 说这个话不容易 但我也不觉得 我老实说 我也不觉得他说这个话有什么了不起 真的 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情况 文革还在TikTok上 他跟抖音都是一样的套路 都是正能量 心灵鸡汤 美化苦难 丑化争议 歪曲常识 宣扬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利用男女情感 精致力己 炫富仇富 种族歧视 制造各种矛盾 挑逗群众斗群众 看得越多 越让人愤世嫉俗 又让人上瘾 中共在洗脑子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苏联 那苏联那不行 那苏联 中共超过苏联 在这个领域超过苏联太多 中共在这个领域 没有对手 洗脑这个领域 情况 微信朋友圈发不出关于文革的消息 刚确认过 不给人任何机会 提问 请问王老师 既然党内斗争跟阶级斗争 那么为什么要破坏传统文化跟古籍 破似旧 不破不利呀 打烂一个旧世界 创造一个新世界 这就是中共建政以后一直在喊的口号 旧世界是什么 文物就是旧世界 传统文化就是旧世界 情绪 文革从来没有远离 母亲作为身在国内的基督徒 她说许多 教徒公众号被关闭 父亲说 不然你对外说你不信了吧 母亲说没关系 大不了到时候你跟我划清界线 听到这些我感觉很悲凉 文革就是这样 夫妻之间划清界线 父子之间 妇女之间 母女之间 划清界线 兄弟之间划清界线 都是反人类 其实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 文革是什么 文革就是种族灭绝 反人类罪 其实全世界都应该去清算这件事情 就是 清算 中共 在文革的反人类罪 一定要清算这件事情 不能放过他 如果放过他 文革就会再来 情绪身边 但凡有人肯定一点点文革 我就直接拉黑 因为我家族的两代长辈都承受了太多的血泪 我的长辈们每每提到那段记忆 都会流露出恐惧的情绪 对于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我 改革开放后的我 虽然没有经历 但这是我的国仇家恨 作为一个人 我无法忘记这段历史 国仇家恨不是一个人有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国仇家恨 就是在文革这件事情上 包括习近平 包括习近平他自己 其实 文革这件事情 在文革的过程当中 中共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 除了毛泽东他自己以外 除了毛泽东他自己以外 中共没有放过任何人 所以在文革中的 国仇家恨 是每一个中国人 不是某一个人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在数字极权下 中国还有可能走上民主自由吗 感觉信息技术的发展 反而有利于极权统治 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对 都对统治者是有利的 大家记住 不是数字技术 是任何技术的进步 极权社会的特征是什么 极权特征的 特征是 任何的社会进步 都对统治者是有利的 因为他是统治者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社会进步了 不是的 我们还要社会进步 我们也要利用社会进步 来推动 推动这种反抗 情况 我以前一直以为粉红是机器人 但是刚才微信群里看到平时聊天的人 在吹捧学习强国 自己天天看 还带学生看 想想就觉得可怕 情绪 正面的纪念文革和鼓吹纳粹是一样的弥灭人性的 混蛋行为 混蛋行为 中共的本质就是法西斯 打着社会主义旗帜 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提问 习近平本人和家庭在文革遭受那么多的灾难 还被关进过哨管所 请问王老师 为什么习近平今天却如此顽固的维护文革 抗拒邓小平路线 为什么 因为 因为维护文革会维护他的权利 所以他既往不咎 为什么 这就是原因 为什么一个被文革迫害过的人 包括他的家庭 包括他本人 当他掌权之后 他要去维护这件事情 原因是 文革是中共推动的 毛泽东发动 中共推动 他要维护中共 他是中共的总书记呀 他权力顶端 他就必须维护中共的利益 维护中共的利益就不能揭发文革 因为文革中共做得恶 理解吗 这逻辑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观点 在中国现在的高压政治和文化清洗的情况下 中国年轻一代要得到文革 关于文革的真相已经不太容易了 加上洗脑形成的思维方式 就算有零星的真相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也不会相信 不用多久 中国人对文革的认知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反转 非常对 提问 我认识一位来美二十几年 所谓美国社会的精英人士 天天给中国唱赞歌 实在不理解 请王老师解释 我没办法解释 我不认识他 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美国社会有精英吗 就是20多年就精英吗 有一些中国人 有一些中国人 他在美国或者在外国生活的时候 他不断的要讲中国好 讲中国好 自己感觉自己底气足一点 这个是一种 一种心理 就是 特别是嫁给老外的那些人 或者娶了老外的人 他会不断的讲中国好 这样的话 他有心理上的优势 他如果觉得中国不好 他感觉矮人一等 这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 但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很多中国人 一到海外就爱国 忽然爱国 我一开始不理解 后来我明白了 他要寻找一个 他要寻找一个社会支撑 让他能够面对其他的人 观点 文革必定和经济崩溃捆绑在一起 目前这种形势 没了经济支撑 那军事实力也就大大衰退 那等同于自杀 更不利于同美国和其他同盟对抗 OK 观点 看到电视认罪 就想起文革以前 挂牌游行批斗 公开羞辱 失去人格尊严 当时很震惊 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 能够接受这种 行为无意义 现在看来是预言吧 电视认罪这件事情就是文革批斗 没有区别 一样 一样 就是游行 游行是 批斗游行 提问 之前听过一个大学教师说过 文革对中国的破坏极大 并且指责花楼庚这样有影响的人物 没有能够站出来说话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 不要指责别人 不要指责在文革中软弱的人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能够在那场运动中 表现坚强 表现坚强的人都死于非命 所以 批评华洛庚 我觉得要求自己吧 我不觉得华洛庚 没有站出来 有多大的罪恶 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谁的身上 放在中共的身上 如果这都搞不清楚的话 去找华洛庚的麻烦的话 你是傻吗 观点 那一代中国儿童的名字都很多 取为红斌 文革年代过去了 那些名字很多保留至今 对呀 叫文革的 我就有 至少有三个 同学叫文革 我大学的一个系领导叫红斌 目前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是个典型的政治官僚 这些名字的保留本身就标志着文革没有得到清算 观点 在大陆生活感觉越来越压抑 除了相较八十年代更全方位的管控外 最为严重的是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80年代从文革走出 当时虽然生活艰苦 言论也不够自由 但是大家还有一种预期 认为中国会越变越好 然而时至今日 进步的速度越来越慢 甚至开始走回头路 民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留下的言论空间越来越少 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少 痛苦来自当前的艰难 更是失去了未来的希望 这段话写得非常的好 真的 真的非常好 这是 这是很有 很能反映现在的真实的情况 观点 读毛选和读希特勒我的分斗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越是没有公平公正的社会 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积压越多 对社会绝望的人越多 读这些书就会越多 他们需要一种彻底破坏这个世界的指导思想 引导他 虽然不符合事实 而且完全虚假 但为了宣传马克思的思想 我们曾经用了 看上去非常美好的动人的话 话语 把这类思想笼统的概括为打破一个旧世界 彻底创造一个新世界 看上去简单很动人 毛选与我的奋斗是同理 非常对 非常对 提问 我的孩子马上又生小 面临择校的问题 骗区的学校口碑差 好多学校需要脱关系打顶 以后要面临小生粗 不知道以后如何是好 请教王老师 孩子什么年龄留学会比较好 谢谢 现在的情况 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家庭的安排 留学的问题你要考虑一下家庭的安排 这不是一个仅仅是安排他的问题 而是安排家庭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你要把孩子的留学的问题和家庭的安排结合在一起考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要兼顾中西文化的话 小学当然不合适 肯定要中学 中学也初中以后吧 初中以后 而且他还有语言的适应期的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初中会比较 比较合适一点 情况 家人在国内接种了国产疫苗 第一针国药 第二针科兴 单位规定什么打什么 不能选 去年国内没有结束 三期临床就给民众大免子接种 如今没有混打的临床数据 实行不同品牌疫苗混打 比较美国接种点很多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接种的疫苗种类和接种点 透明公开 绝不可能发生没有 FDA批准的情况下 医护给随意给他人接种后不同的疫苗 提问 昨天钟南山注射了国药集团的疫苗 但是WHO紧急通过国药 国药集团疫苗中明确写出 60岁以上数据不全 不建议60岁以上接种 请问王老师 钟南山这种打疫苗 是否有一种政治意图 对WHO的通过的报告表示不满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表示不满 但是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他打的是不是国药集团的疫苗 不管是国药也好 科兴也好 其实他们对60岁以上的 数据不全 钟南山打 就是推广一下 观点 回应王舍上期直播中关于中国司法问题 中国何止是 将法律制定尽可能严苛 更是根据需要随意的解释法律 且不说口袋罪问题 中国近年来各地抓翻墙网友的主要借口是所谓的 使用非法通道 浏览国际互联网内容 然而有人考证发现 该词主要指带是物理通道 即卫星光蓝 可见司法机关的肆意妄为对他们而言 只要你想 有法可疑就必须抓你 无法可疑就创造法律来抓你 就是这样 提问 中共继续搞文革应该会对经济造成重创 这样中共对抗民主世界的角度会不会很矛盾 请问王老师 难道习近平真的就自己之外 什么都不考虑吗 这样在党内会不会有很多人想着把 习近平拉下来 像邓小平一样 我不知道 文革对经济重创这件事情并不意外啊 中共从来没有考虑经济的问题 一直以来就没有考虑 所以改革开放不容易就是这个道理 你想一下 中共在文革前 在文革期间 包括文革以前 都不让农民养鸡养猪 你不疯了吗 那你说重创经济这件事情 很重要吗 所以 我不知道他们党内会怎么样 但是有一点 习近平是不是那么稳固呢 也不一定 这里面还是有变数 他考不考虑其他的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毛泽东不是照干吗 毛泽东不是把这些 疯狂的事情干了好多遍 中共疯狂的事情干了很多 一直在干 一直干很多疯狂的事情 所以 我是觉得对中共有两点 大家要 特别谨慎 就前一阵子我一个网友 在推特上的一个网友 叫 妮可 妮可在推特上就是 很活跃 特别是反送中时期 后来他回去 回去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我还是那句话 对中共呢 第一 不要抱有幻想 就是你刚才 你刚才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给你回答就是 第一 对中共不要有幻想 第二 对中共不要有 对中共的预判不要有底 他真的没底线了 他是真的没底线 情况 坐标东北长春市 我妈妈说现在给60岁以上的人打疫苗 但是说明有基础病的 需要控制稳定再打 请一切自愿 后果自负 然后国内各种帖子 如果不打疫苗会影响基本生活 侧面鼓动大家打疫苗 情况 我是个登山暗号者 今天看到中国珠峰北坡 攀登被 体育总局以疫苗为名 突然叫停 登山者打算集体起诉体育总局 本来此事对不公堂 无可厚非 但事件下方评论多数倾向于责怪登山者 不失大体 不顾大局 诅咒登山者的行径的恶语相加 无以复加 本来登山圈是个相对淡然的群体 看到这次评论 发现人性变了 在中国哪有淡然的群体啊 没有 覆巢之下焉有完乱 鸣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给我们下个节目 谢谢大家事顾群歌远 小时间一点 我發生的声音